我们几箱里讲规则赢者圈 这一回合呢 同时作答AB两个选项 那如果答对了 可以累积奖金 每个人是1000元 那答错的话 此轮就淘汰 那每一轮剩下最后那位 可以把当时账户的金额 灌给自己 如果都没答对的话 会累积到下一轮 是的 总共进行三轮 第一轮请出题 我们常会用八股 形容一个人很古板 请问八股在古代是指什么 A 考试规定的文章格式 B 房子建筑的标准 请作答 只有一个人不一样 对 房子建筑的标准 我就想说房子就正正方方的 就好像很古板 就没有什么样的一种想法的感觉 那个张宇 对啊 因为我想说八股的意思不就是 大家都写一样的东西 你要写成那个样子才可以得分 所以我想应该是文章 有一定的模式就对了 起层转合 对 林医院 就是因为八股 大家就想说以前考试的时候都一定会 反正你就作答嘛 然后你只要跟着老师交给你的这个文字里面要怎么写 你就把它写出来之后 那就会对 所以这就会让大家觉得 这就是老古板啊 然后很刻板啊 反正你只要照着这个SOP走就一定会对 没有批判性思维这样 对 对 请公布 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A考试规定的文章格式 那八股呢是明清科举的时候 规定你文章要怎么写这样的格式哦 八股是哪八股呢 破题 成题 起讲 起鼓 中鼓 后鼓 竖鼓 跟大捷 黄章你呢 黄章跟烧鼓 加四千 下面题请出题 几光虽然美丽 但其实是太阳风暴引起的 请问太阳风暴会造成什么影响 A 电子设备故障 B 流星会变多 请坐吧 你怎么会流星会变多 不是哦 因为我就觉得既然有漂亮的极光 所以可能在太阳风暴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流星法 送她几个漂亮的流星 对 乔西呢 就之前看电影的时候 那种星际电影 然后他们就会 电磁波 对 它就离气故障 那些科学家就会很慌张地去 看那些设备这样 对 你只有用电磁波会影响 作战的话会破坏你从不从系统 对 好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A 电子设备的故障 急况出现呢 是因为太阳表面爆发的同时 向外喷出带能量的粒子 这个称为太阳风暴 那正常状况底下 正常状况底下 地球的磁场可以保护我们的通讯 跟电力 不会因为太阳风暴受到干扰 但根据美国的太空气象预报中心预估哦 太阳周期2024年到2025年初 会来到最高峰 所以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出现 大规模的太阳风暴 影响到地表的电力跟通讯 还有轨道上的卫星跟太空 那会一团乱 会当机 对 对不对 以后你用电子车 有可能瘫痪你的电子车 对 然后无人驾驶什么的一些轨道 改善行人地域是台湾一大课题 请问早期台湾的交通是跟着哪个国家的思维 A 美国 B 日本 请做答 虽然我们不是驾驶跟日本同工的方位 可是我们日本统治过我们 奇怪统治那么多年居然没有改变我们驾驶的位置 对 对啊 第一个是因为日本有统治过嘛 然后我后来去日本看他们的有一些的驾车的 那个就是行人的这个标示 其实跟台湾某些还蛮类似的这样子 对 好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A 美国 我们现在讨论一下 为什么会造成行人地域 那就是因为我们跟着美国的这个交通 而美国呢它是以车为本的一个交通 因为它到哪都要开车 那行人不会在真的街上这样走来走去 可是呢在台湾我们的住商混合生活模式底下 其实不适合美式的车本主义 就长年以来如果我们的交通设置是以 类似美国车本主义优先 那接下来又有些都市计划开发 这中间会产生很多 扑中复杂的问题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规划 造成行人地域 也就适应不良 所以造美国 但是我们的地理环境又不像 但是现在已经慢慢都让人行牵走 对 所以要做很多配套接下来 两位请回来 好 第一轮 这里不加任何毛钱 这一轮你留下七千块 进入下一回合 赢者全难 第二轮请出题 当然是读书嘛 就是不读书才会去耕田放你 也不一定啦 不是 以前就是这样 因为我很多熟工家里有田嘛 对 我一个熟工他就是不念书 我宁可去放牛 我也不要读书 所以才会有放牛班啊 是这样 放牛班就是这个意思 不要打车去放牛吃草 放牛班 对 来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A 读书 其实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这个俗语呢 是出自于《警示通言》里面的 短篇小说 它的原文呢 有一些些不一样 它的原文是 不受苦中苦 难为人上人 这小说里面有一户很努力读书 后来当举人做官的大户人家 他门上贴着这个对联 勉励后代子孙要好好读书哦 冠班接下品 唯有读书高 这以前就是这样 来 加五千 哇 累积 下面一题请出题 英文流行语 男友岛 是用来形容什么 A 男友多到装满一座岛 B 有男友救失连 请作答 有了异性就没人性 对 这个就是有异性没人性 闺蜜平常好的钥匙 对 一看他行径不对 这肯定有问题 对不对 什么约都不用约了 林医院笑得很开心 对 难道你也是 On Boyfriend Island啊 没有 我只是觉得这个题目 蛮不错的 蛮可爱的 正确解答 正确 答案是 B 有男友就失联 大家想在岛上的人就会失联 很像我们周文说的 有异性没人性 所以这个感觉就想说 你最近 Have you been talking to Sandra 然后他可能说 No She's on Boyfriend Island She's not calling anyone back 谁打给他 他都不回电 对 下面一题请说题 结婚是在自掘坟墓吗 根据哈佛健康杂志的调查显示 婚姻对男性健康有什么影响 A 已婚男性更承受 B 未婚男性更快乐 请做答 我选了A 真的好 我在想说你会发表什么 大家心里想选B之类的 你选A 心里想B但是一定要选A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是 A 已婚男性更长寿 其实根据哈佛健康杂志 做过一项10万人的调查 结果发现有老婆的男性 可以活得比较久 那你25岁后结婚的 可能25岁前 你比25岁前就结婚的 也可以再活得比较久 感觉可能玩够了 25岁之后可以结婚了 那结婚时间越长呢 那相对于你朋友 假设没有老婆的话 你生存优势会更大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婚姻就是让你稳定下来的 如果你有稳定的生活方式 整个对你的身心来说 可以降低免疫功能失调的风险 然后健康的生活习惯 健康饮食 定期运动戒烟 所以也提高心里面 因为没有别的事可以做 你能做规律的事 你讲难听你就死心就对了啦 你就健康了 对 享受幸福的婚姻是最重要的 是的 来 请加五千 下面一题请出题 AI浪潮带动很多产业发展 请问最新概念的AIPC 与一般个人电脑PC有什么不同 A 更有隐私 B 可以声控 请作答 有三个人选B 有两个人选A 选A的红色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讲很多诈骗 然后很多各自外漏 所以我觉得AI要帮助的 就是保护你的隐私 那可以声控呢 张宇 我觉得AI什么 可能跟那什么ChatGPT有关吧 反正就是以前电脑 我都要打字 我现在可能可以用说的 就是帮我Google什么什么 搞不好是这个意思 来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A 更有隐私 其实AIPC的其中一个优点 研究是隐私性 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用的比方说像ChatGPT 这些跟AI相关的程式 都是要远端的伺服器 进行资料处理 也就是比方说你查了个什么东西 你再问的这个过程 都会到远端 处理完之后再传到电脑 那你不知道这中间 会不会有任何资料外泄的风险 但是AIPC呢 是你AI在你的本地 这个电脑里面 处理完数据 所以你的敏感的资讯呢 是不会上传到云端的 好 那三位请到旁边休息一下 谢谢 加2千 2万4